烈日当空刺针飞弹发射 一缕长烟划过 精准集中目标 美国对台5亿美元军员 首批兼射式刺针飞弹 已经抵台 由国军接收 为我国防空再填强行针 现在拿到的话 对国军的战备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 这个人稀释的 就是我们讲的刺针飞弹 以前是护仇者 但负责的装在汗马车上面 是人不 没有办法 这个机动是有限的 兼射式刺针飞弹 加上发射桶 重量约15公斤 最高速度达到2.2马赫 可用已攻击战机 直升机等航空器 携带方便可以单兵操作 又有直升机杀手的称号 受到乌鸽战争 以及疫情因素影响 2019年就确定 军售国军的 兼射型刺针飞弹 终于在今年交付首批 加上原本就已经装备的 复仇者车载式防空系统 以及双联装的刺针DMS系统 我国空防机动性 再添一大力气 华智新闻张震 李世健 台北报道 本节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